OK好的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关于安倍被杀 那个所有的背后的前因后果 我没有研究过 那段时间我比较忙 所以我也没跟进这个事情 背后邪教的原因 什么的 到底究竟什么 像试约号的问题啊等等 舆论所说的到底真的假的 我没有确认过 所以我也不好做评论 那第二 就涉及到这个 新旧约的关系的事情上是 虽然比较复杂 如果有机会 大家可以参考我呢 《基督教要义》第二卷里面讲了 新旧约的关系 我至少讲了十几讲吧 那里面他谈到了差异和区别 一致 一致是什么呢 同样的上帝 同样的救恩计划 同样启示的一个本质 但是不同是什么呢 历史的进程不同 然后真理的 亮光的亮不同 或者说恩典是同样 但是恩典的亮不同 因为基督来之前 都是以隐隐约约 模模糊糊的象征和预表 预言 是吧 遥望的 那新约来了 直接看了 然后十字架 活化在我面前 甚至使徒们 已经把耶稣的 这个救赎性的行为 和事件都做了 清晰的神学性的诠释 所以他们是一致的 但是又有差异的 那旧约里面 只有公义 没有爱吗 不是的 旧约里面的上帝 仍然是爱和公义的上帝 但是给我们的印象 是表现出来 旧约好像很愤怒 很严厉 好像很公义 没有爱 其实旧约里面 新约所有的应许 都没越过旧约 都在旧约里面 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到亚巴拉安之约 到跟以撒雅各 重复亚巴拉安之约 甚至出埃及记 也是基于亚巴拉安之约 然后献祭也是一样 然后后来的大卫等等 其实这些约都是基于神的恩典 特别是十戒我也讲过 十戒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其实就谈到了 神吩咐他们 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这样的命令 前提是恩典 我是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 领出来的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你们在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 先基于恩典 然后吩咐他们责任 行事为人与蒙昭的恩相 所以旧约里面也有恩典 那律法里面没有恩典吗 有 律法颁布本身也是基于恩典 是对神的百姓颁布的律法 不是对一般不信的人颁布的 那第二呢 就是律法里面的礼仪和节期里面 蕴含着丰富的恩典 包括安息日 让我们休息 难道只是身体的休息吗 不 灵魂和身体的休息 真正的永恒的安息 是将来在基督里 新天新地里那个永恒的安息 那还有就是什么赎罪的制度 其实都是一个人犯罪了 那直接灭掉他德了 不 给他赎罪的机会 让他重新透过罪得赦免 悔改罪得赦免 祭祀为他献祭了 他的罪就得赎了 然后他可以享受与神和好 这个本身就是福音性的恩典性的 所以旧约给我们的印象是 善恶摆在你面前 生命摆在你面前 向左向右 什么生死或福在你面前 什么咒诸也 出一蒙福 入一蒙福 好像是属地的 然后受咒诸等等 给我们一种感觉 凶巴巴的 然后上帝给以色列百姓应许 都是关乎面葡萄园 什么土地 然后等等那些属地的 其实上帝给他们应许 不是纯粹是属地的 也包含属天的 亚伯拉安所遥望的 不只是迦南地那个城 他所说 他所盼望的是一座 神所建立的根基 不可动摇的城 所以他已经进入迦南地 但是还遥望将来要 神给预备经营建造的城 这些先辈们 西伯拉书十一章里面 出现那些先辈们 都是在信心当中 盼望当中死的 他们活着的时候 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 如果单纯按照 约书尔记 摩西生命记里面 讲到的应许 那个土地 我们就以为 亚伯拉安的应许已经成就了 但实际上没有成就 那个土地 只不过是神真正应许的 神的国的一个象征一样 是吧 所以西伯拉书 给旧约里面 做了很清楚的诠释 新旧约都是靠恩典 都是靠信心 都是靠神的救赎 都是借着基督的宝血 不是旧约律法 新约恩典 旧约是报复 新约是饶恕 不是 这样就变成 时代论的这个概念了 所以新旧约 它具有它的一致性 新约所有的神学根基 都在旧约里面隐藏着 那新约只不过是 像大太阳的时候 看得更加清楚了 白话都解释出来了 明了了 旧约是隐晦的 象征的 预言的 什么形式的 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但是新约约是一致的 但是有差异 那再有就是 你谈到了这个 问我在韩国的情况 其实有一种现象 是全球普遍的 每一个时代 它都有这个时代的精神 即便幕会者的信息不变 即便幕会者的心智不变 教会里面的信徒 这些来自社会当中的信徒 他们的精神发生了变化 现在人的精神 无论是韩国和中国和美国 越来越差距小了 因为现在都网络时代 几秒钟发生的事情 马上就传 所以大家的看的 想的听的 思考 其实严格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种什么 对人本的思想的接纳 对自我的那种尊重 人特别感性 特别自我 特别是谈到讲道 即便是传到人 有勇气正直地去讲 但是他要面临很大的压力 可能坐在下面的 表面上挺虔诚的 但是却带着玻璃心脆弱的信徒 他们可能会叫唤 为什么牧师讲这么严厉的话 感觉到刺痛 刺耳 感觉到不舒服 然后唐会可能就会反映上来 甚至给牧师压力 当然像金南俊牧师 像什么 有一些元老的牧师 那个教会他自己开拓的 他们怎么讲都无所谓 如果他们不考虑什么成功神学 要搞大教会的话 他忠心讲的话都可以讲 为什么 他们有那种权威 但是第二代牧师 他们是被教会聘来的 他们不像元老牧师 那么长老什么的 传道人几乎都是他自己的培养出来的人 他没有那个权威 所以他讲话底气多少要看人脸色 气变得很勇敢 所以他如果诚实地去讲 有可能被谈话的可能性很大 我说的是可能性很大 因为现在人的精神状态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人特别脆弱 韩国最近颁布了一个法律 就是近几年 颁布了所谓的性侵的一个法律 以前也有做了调整 他做得越来越主观了 什么样呢 假如说一个女性在学校上学 无论是她是个小孩还是大学生 其实当教授冲她微笑 点头笑的时候 如果她误解教授的意思 教授没有别的意思 她觉得教授有点笑得太曖昧 有点卧错 她自己感觉教授在笑得有点不正经 然后她觉得不舒服了 她就可以告教授 然后教授结果无缘无故的 只不过一个表情没管理好 根本没有别的意思 像老爷爷这样的教授 因为一个错误的表情图 结果被制裁 被罚款 套成了一个什么性侵的 因为这个性侵不只是肢体的触摸 什么去 这个什么习凶啊等等 这种过分的动作 包括我的言语上的挑逗 包括我的表情 眼神你要看的多几秒 对方感觉不舒服 所以她就可以告你性侵 所以现在这种所谓的性侵 它没有标准了 这种标准反而轮到当事人 或者说被害人 双引号的被害人 假想的被害人 她主观的感受来判断 我感觉不舒服 所以你就是在性侵我 骚扰我 然后他就可以告你 然后结果这个怎么考究 你查视频也查不出来 查了也是 重点不是那个笑的动作 重点是对方感觉到不舒服了 所以这个很麻烦 有一些恶法 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不健全 结果导致成现在所谓的保护人权 结果却出现更多一些冤案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 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现在人越来越自我 越来越主观 对方好与坏 完全不是根据什么客观的证据 完全主观的感受 我就觉得你不顺眼 看你就不顺眼 就讨厌你 所以你好也不好 不好也不好 好也不好 所以就这种主观 那这种精神的人 他们结果现在坐在教堂里面 你仔细观察 现在人很多都是特别感性 特别主观 特别自我 你说不清楚 他们不听道理 比起逻辑 他们更在乎的是感受 他觉得不舒服了 就不行 所以现在人特别自我 我作为牧师 我是比较勇敢的了 这是我蒙昭的时候 不仅是我个人 上帝给我的天然的 这个个性也好 勇气也好 或者是信仰也好 都有了 当时蒙昭的时候 之前就上帝让我看到了 先知 使徒 耶稣 他们的师父 蒙士 我就立志做传道人 一定要忠于神道 因为传道人的生命线 底线就是忠于神道 不传神的道 其实就废了 就沦为不但不好 反而变成更恶了 变成假先知 假传道了嘛 所以与欺量还不如不做嘛 要做就是忠于神的道 所以立了心智不逊人的情面 忠心去传神道 到现在也是 自己也感受到那种压力 以前是对一些成年人讲 无所谓 我们同年代的人 老一些年代的人 他们即便可能觉得 牧师今天有点兴奋 但是他们也能够仔细去 理性的去处理 牧师讲的内容有没有道理 他们会默默的阿门 但是现在的00后 90后 有很多的时候 虽然我还在坚持 但是我明显感到了那种张力 现在00后 大家都听了那个一个笑话 是吧 70后呢 就觉得 为什么要辞职 80后 80后怎么回事呢 没有什么理由辞职 然后90后呢 说到我不喜欢就辞职 00后呢 老板不听话 我就辞职 大家注意什么意思吧 前两天我们交会一个弟兄 他是00后 他跟他女朋友出的相 他就谈到了他女朋友的反应 他女朋友说 你再生气 我就生气了 注意什么意思 男的因为女的过失 女的真的有过失 有点不高兴 结果女的因为男的不高兴 而不高兴 所以你发现 这个女的反应是根本不理性的 这是一个代表性的思考模式 他根本不管你为什么生气 他只是 我觉得你生气 我就不高兴 所以别讲什么理由 这是现代非理性的时代 感性的时代 人们都很自我 这个是时代的精神 幕会者面临着一些挑战 就是现在涌入教会的人 越来越加 我在网上也遇到了很多 不分年龄 不只是00后 甚至现在跟我同龄的 40左右岁 30来岁的人 很多的时候也很不理性 很感性 这是这个时代的精神 那韩国有没有这样的幕者呢 有 不多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除非是六七十岁的人 因为那个时代的那个文化 他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那个时候奉献给主 为主勇敢 或者是牧师有些个性 有的牧师骂人 就是用那种悲伤 那个犀利的话 去讽刺某种罪或罪人的现象的时候 他们骂 所以那个教会很复兴 信徒都喜欢那种 在现今看来 好像也挺有意思 但是他们也喜欢复兴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现在大部分人 特别是首尔地区 地方农村无所谓 农村人说点土话 说点直话 无所谓 大家都是直嘛 觉得无所谓 但是现在城里人 受到文化教育更高 所以形成了一种 所谓的那种 儒家的那种思想 你得有点绅士 讲话也别太直白 迂回着说 骂人也不要那么明显 如果你太直白了 显得你没有素养 就特别土 特别鲁莽 没有素质 所以现在大部分牧师 他们要讲 但是怎么去迂回的 让信徒感觉不到刺耳的同时 用智慧的 把这个问题讲出来 所以这是牧会者 现在面临的挑战 因为牧会者 他是教会聘用智忙 你要讲得太狠了 信徒反应太强烈了 可能会面临免智 他就面临着 他有看见 要忠于上帝给他护照 又如何和现代的这种 时代精神 适当的做调整 既忠心的去把问题说了 又智慧委婉的 不会让人感觉到特别难受 当然这种技术需要 我并不觉得我这种值 可能是最好的答案 但是有的时候需要值 你绕来绕去 有人听不懂的时候 真的是很 问题 有的时候需要单刀直入 有的时候需要迂回的 为什么 对方也有自尊心 结果因着我的太直 对方自尊心受激动了 他就不听你的话了 反而直接恨你了 这是我经历到的 后来有的时候 比起责备 有的时候鼓励 或者说迂回的 智慧的去表达 但是在道上和斥责罪恶上不妥协 这个是要坚持的 但是这种坚持要付代价的 像我这种情况是 我们教会 我虽然是父母师 部门 我负责的中文堂 是全权交给我的 他们根本细节不过问的 至少我现在没有出现什么事故的话 上面不知道的话 基本上是完全委托让我做的 但是即便如此 我在这里勇敢的去讲的时候 仍然感受到 有的时候偶尔会感受到张力 当然这里面包含着 我自己过于直 但是有的时候有些 粗辱的直 忽略了现在年轻人的那种自尊心 与其把它搞弄了 还不如智慧温柔的去 但是又把问题说清楚 这个需要智慧和恰当的问题 然后不伤他自尊心 又让他甘心乐意去接受这个指责 这个需要技术 木会的技术 所以我就感受到这样 那我是比较这种七十年代末 比较固执的 而且在这方面不肯妥协 只坚持到今天的 宁可别人误解我也不怕的 这种情况的下是这样 那面临着别人 韩国的一些正直的传导人 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像我这样 可以放开去做 他们更是一是文化氛围 他们去讲尽量文化的 韩国人讲话也是绕 跟中国的什么也有缘故 就是不直接说南方人一样 不直接说迂回的说 暗示你引导你 说了你要是反应快 能听懂他说什么 要直一点的听不懂他说什么 你绕来绕去 你就搞不懂到底说什么 他们就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不会那么直白的去 悲伤犀利的去讲一些东西 有长处也有弊病 再加上整个这个时代的氛围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任何时代人 都不喜欢那种犀利的刺耳的 我觉得勇敢去讲 然后用恰当的方式讲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要胆怯 但是不要勇敢却鲁莽 造成不必要的那个张力 或者是不必要的造成别人的反感 这个就是不必要的 但是不能这个丧失了 这个忠于传假神的道和勇敢的心 勇敢很重要 忠心很重要 所以那韩国教会的类型也很多 这个林恩派也有 成功神学的也有 然后保守的神学也有 保守的教会也有 类型很多 所以在韩国能看到的一些现象 负面的地方在中国也能看到 所以其实严格上来说 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时代的精神 所以就这样 不知道这样解释 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个满意的参考和答案 越往后勇会越难 我现在是70后 虽然我长得年轻 跟大家从年龄上 这个不太有代沟 但是从心理上思想上 绝对有代沟 越来越有代沟 以前富士80后还可以 但是90后00后 哇 想法玩法 他们的这个观念 而且甚至是白纸一样 完全三观没有 我们那个年代觉得 基本上常识的 这个都不懂 那怎么能 这么大了还不懂 那个就是不可理喻的 现在有很多孩子 他们的想法都非常主观的 牧师为什么发脾气 他根本不懂你 生他气的原因是什么 他做了什么 他对自己的行为 好像缺乏那种 自我反省的能力 而且他们的三观 独生子女嘛 他们的父母都是什么 80后 父母 父母那个年代 大部分都独生子 父母的父母 可能都不舍得管他们 所以他们呢 本身就没有受到很高 很好的这个家庭教育 结果他们在管理 他们的孩子的时候 甚至忙于工作 打工 让老人家看 那么没有什么 所谓的家庭教育 父母的那种 城市化之后 接人带物 我小的时候 我父母 这个 我生活在郊区嘛 父母 年中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什么一些大的节日 总去买一些礼品 去送给别人 为什么送 他说当年 我们来东北的时候 他们接待了我们 那都多少年前了 我那时候都快十几岁了 那都二十几年前的事 就这个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每年过节的时候 都给他买一些小礼物送 去表达感恩 这种行为本身 就教导我们 如何行事为人 别人跟我们的恩情 不能忘 然后过节的时候 懂得去报恩 这种观念 根深蒂固 我现在这个 等成人上班以后 很多的做事 都不是父母 直接用语言教的 他们的做事方法 那种生活方式 以前在郊区里面 邻居临近家 同一个水平 隔着是墙 或者是栅栏 是吧 邻居 邻里之间 怎么交往的时候 都是一个活的教材 现在呢 自己住自己的 这个楼房 这个关着房道门 对面单约门 住的是张三李四 我们几乎都不知道 那种人际关系 交往 我们看不见 所以 也不知道 怎么跟人相处 等等 很多这种城市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改变 生活方式的变化 价值观的变化 家庭教训的变化 然后包括 我们那个年代 我父母 他们什么兄弟姐妹 很多 他们开家族之间 怎么来往 怎么为人处事 都是活的教材 然后 现在的孩子 都自生子女 他们父母都是 基本的独生子女 根本没有这种 兄弟姐妹之间 也是 兄弟姐妹之间 在家庭里面懂得谦让老二 老三 老大 他们之间特殊的性格 他们在处理和睦的时候 彼此之间如何去处理 这种社会性 已经在家庭里面就得到学习 或者打磨的这种过程没有 在家里面三代以下的皇帝 我爷爷 奶奶 姥姥姥爷 我父母 双方的亲属 都注目在我的身上 我就是一个 这个皇帝一样的存在 所以 个性啊 那种自我呀 那种考虑他人的感受啊 那种概念根本没有啊 所以这样的人 进入到社会 来到教会里面 你去教导的时候 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 创车啊 你根本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心里面 那个伦理 他们那个观念 你都理解不了 所以 我说我不得不 传道人不断地去更新 了解现代人 甚至他们追什么心 我们觉得 这个完全无聊的 打不起精神的 为什么那个事情 那么沉迷 现代人这个活法不一样 时代在变 人的活法 观念 都不一样 所以 传道人的这种视角 对 会众的认识 也要不断地去更新啊 去降低 这种代查 免得我们传讲的信息 可能 对他们 没有犯法产生共鸣 或者怎么样 对他们的信息 也要不断地去更新